首先确保你已经下载了这个 并且要确保你的这个一定是统一的位数 比如说你的前面安装了32维 就不要再安装了64维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 你就会发现这个是需要激活的 然后从网上下载一个Microsoft Toki EXE 最好能下2.6以上版本 因为这个版本是对Office 2016有效的 然后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点击是 然后点击左边的Office图标 这地方不要管它 待会自动跳给你需要激活的 最好需要激活的Office 最好能下载官方版的 因为官方版带有密钥 选择AOTO KMS 因为这地方我已经安装过了 在你的电脑上会显示这样一个画面 你点击请点击install 下面会显示已经成功下载 点击点击右下角绿色图标 等待一段时间后 它会如果最后显示 successful 即表示你已经密钥创建成功 点击activity 等待一段时间后 它可能它就会弹出来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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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程雨 请问一下 这地方的加载时间比较长 因为它需要激活 现在假设 因为这地方还需要等待 那我就直接假设了 如果你看到最后一个字是 successful 那请打开一个word 点击文件 帐户 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激活了 就这样子结束 整个过程不需要花费你一分钱 点击文件 就有点击文件 了 创建有印 52 感谢观看